OK 准备好了 这里有些让人惊呆的事物 等等 用词太强烈了 应该是说有些非常奇怪的金氏世界记录 对了 这样说才正确 用背部挤破三个气球所需的最快时间是12秒 这个记录是由德国的朱利亚·钢瑟于2007年写下的 中国西安的一个杯子打击乐团 在2017年5月创下了金氏世界记录 当时有2398个人一起演奏了《追》这首歌曲 这场表演共持续了6分05秒 2010年 中国大陆的俄尔多斯 有人排成了最长的人形骨牌队伍 这条队伍的长度几乎是好莱坞星光大道的两倍长 由10267个人组成 推到这个奇特的骨牌队伍 总共花了69分43秒才完成哦 崔佛杭特因为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雕刻完109颗南瓜 而于2014年成为金氏世界记录保持人 不给糖果 就导弹哦 来自美国的科比卡顿 把豌豆吹到了和伦敦公车一样长的距离 这个超棒的活动是在2018年2月举行的 人一个小时最多能够吹910颗气球 这个惊人的创举是由美国的航特伊恩 在2015年9月所表演的 来自意大利的西维奥萨巴 在2012年的时候写下了一个令人好奇 而且好像蛮痛的世界记录 他就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就把51个晒衣夹夹到脸上 对了 西维奥萨巴的战机 还包括了200多项金氏世界记录 他也许是最出名的连续破纪录之人哦 以下是他的成就当中最奇怪的几项 一只手手掌朝下握住最多颗的鸡蛋8颗 单脚站立跳跳得最高 几乎等于两个脚掌长哦 背中背包站上平和板 并且于一分钟之内完成最多次的深蹲 22次 来自加拿大滑铁卢的西瓦纳·沙姆温 靠着在一分钟之内将59件物品从人的头上踢下来 而在2016年成为知名的记录保持人 来自印度斋普尔的密瑞曲·乔特瑞 2018年的时候成功地用一只手握住了27颗网球 那你能够握几颗呢 2017年印度LG电子公司因为员工拼出了最长的便利贴 而打破了很年的世界纪录 它这条呢有114741张便利贴 其长度超过8公里 相当于880条蟒蛇 这种地球上最长的蛇一样长哦 但纸条上面写什么呢 在2016年全世界终于知道 三明治最多可以跌到60层哦 而宠物也可以成为记录保持者 狗狗能够走下最多10阶的阶梯 你说没什么好奇怪吗 不过来自德国的狗狗甜豌豆 不只走下了阶梯 还在头顶上顶着一杯水呢 英国的家猫梅林 因为发出了最大声的呼噜声 而鸡声金氏世界纪录 2015年4月有只13岁的猫咪 发出了将近68分贝的呼噜声 这比运作中的洗碗机还大声 只比吸尘器小声一点呢 2018年美国的科迪琼斯 只花了3分21秒 就把一罐字母汤里面的字母找出来 并且按照顺序排列好 出生于上海的邮件侠 拥有地球上最长的天生睫毛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根 是从它左上方的眼皮长出来的 它长达惊人的12.4公分 比世界上最小的蛇 巴贝多芒蛇还要长 来自美国的阿什利塔弗曼 在交代把人粘在墙上的这个项目 已经刷新了6次世界纪录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5年 当时它只花了26.69秒 就把它的搭档给粘在墙上了 人类能够在一小时之内 以月球漫步方式行走的最远 记录是5.7公里 这个活动是在克罗埃西亚 扎格雷布市的一个体育场举办的 而这位我不知道他名字 该怎么发音的厉害家伙 走完了12大圈加一小圈的距离呢 名为贝瑞福的这只免婴猫 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获得了最长夹猫的头衔 在测量这只极为害羞又安静的猫咪的时候 发现它的身长超过1.2公尺 跟成年的班列狗一样长哦 世界上最贵的起司蛋糕 是在2017年在美国纽约制造的 这道甜点用了像是白松露啊 金箔啊和水牛瑞科塔乳酪等食材 并且以近4600块钱美元的价格售出 2011年美国的罗斯麦克迪 用单手打破了32颗蛋 这是至今一分钟之内 能够打破最多颗蛋的记录了 最多狗狗一起跳绳的记录呢 是13只 这整件事情的开端 是有一只名叫美乃滋的好奇贵宾狗 在主人跳绳的时候 也跟着一起跳而开始的 主人发现它真的很享受这个活动 便决定让另外12只狗狗 也加入这个行列 来自英国的泰瑞布罗斯 因为只花了9.14秒 就清洁了三面标准尺寸的办公室窗户 而在2009年正式成为 能够最快清洁窗户的人 没错 它继经全场哎 人类能够喝下500毫升的水的 最快时间是1.75秒 2014年来自英国的提姆·库克 在伦敦的XFM早餐秀节目 创下了这个记录 最长的西洋骨牌墙记录 是多林西洋骨牌团队 2016年在奥地利写下的 这个惊人的构造 由42173个西洋骨牌组成 延伸的距离呢 有两个保龄球道这么长 来自德国的安德烈奥托夫 在被蒙住双眼而且不用双手的情况之下 一分钟之内吃了最多的果冻 因而在2016年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名男子吞下了将近1.4公斤的市售绿色果冻 为什么呢 谁知道啊 来自美国的亚纳威廉斯 已经留了20多年的指甲 当他因为双手指甲最长 而在2018年成为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的时候 一切都值得了 当时他的指甲夹起来的长度将近有5.8公尺 是一只成年长颈鹿的身高哦 来自美国的吉姆·阿林顿 因为身为世界上最老的男性健美先生 而基身金氏世界纪录 当时他84岁 这位男子至今已经参加了62场比赛 并且在其中16场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 2011年来自美国的阿什利塔·弗曼 一位在一分钟之内蒙着双眼 并且用筷子吃了20颗M&M's巧克力 而成为了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 阿什利塔看起来似乎很闲嘛 推婴儿车跑半程马拉松的最快纪录 是由美国的罗伦·史佐写下的 这段距离花了他1小时22分 用29秒来完成 在2003年美国的黄金猎犬奥吉 成功地将5颗标准尺寸的网球都捡起来 并喊在嘴里 呵 它满嘴都是球啊 最大型的连续胶筑混凝土工程 是2019年1月的时候发生于印度的 这些混凝土足以填满13座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这个破纪录的事件是在波拉法兰姆水坝的建造期间发生的 史上最大的魔术方块有6153个可以移动的部位 而重量呢有如砖块一样重 这个比标准的立体魔术方块还要重22倍哦 创造这个奇迹的设计师瑞哥芬宁 共花了205个小时才完成它 史上最强的胶带球 重量跟两只中型的灰熊差不多 直径呢则跟鳄鱼一样长 这颗球于2011年在美国被做出来 是由不同种类的胶带组合而成的 由一只来自美国加州名为丁奇的杰克罗素梗 在惊人的39秒内咬破100颗气球之后 于2016年刷新了金氏世界纪录 最久的握手杰利赛纪录 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创下的 阿布达比警方于2020年1月29日 成功地举办了这场盛会 共计有1817人参加 这个活动办在一个室外公园 经过的路人跟小孩也都被邀请加入哦 最大的雪地迷宫是2019年在加拿大被打造出来的 它的整个占地有如两座冰上曲困球场这么大 两个人一组蒙住眼睛 然后剥皮并吃掉一颗橘子的最快的时间 只比17秒还要再久一点 这个团队的成员是靠着一人剥水果皮 另外一个人把它吃掉的分工合作 而达到了这个超棒的成绩 诶 这还蛮吸引人的 史上最高的狗原本是来自美国密西根州的大丹犬宙斯 这只让人惊艳的动物 由于肩膀高度长到了1.1公尺而跻身金氏世界纪录 而目前还存活着的最高狗狗记录保持者 则是大丹犬弗雷迪 它比宙斯矮了7.6公分 来自西班牙的艾利克斯·瑟古拉·凡瑞 成功地以24分04秒的成绩 打破了水面下憋气的记录 这件事发生于2016年2月的第17届 地中海潜水表演项目中 嘿嘿 我在玩刁苹果游戏的时候 我也曾经花了几乎一样长的时间呢 最多张人体床垫骨牌的活动 于2019年8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办 当时总共有2019人排成巨大的螺旋状队形 这整个的过程共花费了11分13秒 为了写下这个金氏世界纪录 而使用的所有的床垫 之后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世上最长的面条 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被做出来的 它的长度超过3050公尺 这是100条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 所加起来的长度哦 很多的狗狗都喜欢玩飞盘 但不是每一只都能够接住并含着 依序丢到空中的七面飞盘 爱德华华森的狗狗罗斯 在2010年的时候就办到了哦 2014年 日本的小林尊成功地在三分钟之内 吃下了12个事先做好的中心汉堡 参赛者能够选一种调味料 而这位记录保持人则加了美乃滋进去 查德·费尔因为用泡泡糖 吹出了直径打51公分的泡泡 而在2004年成为了记录保持人 嘿嘿 那是足球的两倍大耶 查德承认自己成功的秘密 在于他用了三颗泡泡糖 来自日本的林木惠美 靠着30秒之内跳了162下跳绳 而在2016年成为记录保持人 让我们跳到下一个记录吧 来自委内瑞拉的杰森·奥兰多 罗德瑞斯·赫南德 因为身为还活在人世 而且脚掌最大的人 而写下了金氏世界记录 相较于普通男性的鞋子 他的鞋子几乎是三倍大欧 美国的凯文·史达尔 所保持的其中一项世界记录 是以最快的时间把圣诞倒数日历中出现的巧克力全吃光 这名男子只花了1分27秒就完成了这个美味的挑战 2020年2月15日 来自美国的乔治·胡德 由于维持平板支撑8个小时15分15秒 而打破了金氏世界记录 对了 这位老兄今年62岁 他说自己现在的体态呢 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时候 最大的乒乓球拍 是2017年在美国制造的 它的高度超过3.3公尺 宽度约1.8公尺哦 来自法国的弗兰基萨帕塔 2016年的时候 因为在悬浮滑板上飞行了最长的距离 而机身金氏世界记录 他乘着自己发明的空中飞行悬浮滑板 Flyboard Air 飞行了将近2.2公里 最大的乐高积木板蝙蝠车 是奈森萨瓦亚于2017年打造出来的 这台漂亮又具流线感的车 比公狮子还要高 长度呢 则超过学校巴士的一半长 2006年2月 德国罗伊特林根镇的 斯普罗伊尔霍夫街 被正式列入金氏世界记录 成为世界上最窄的街道 也难怪 因为这条街道的宽度 只有30到51公分不等哦 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是南极州的干燥谷 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有几百万年都没有下过雨了 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半点水存在 没有雪 没有冰 也没有雨 南极州冰盖除了是最干燥的地方 也是地球上最冷的沙漠 沿岸地区的冬季温度呢 是-10度到-30度C 深入内陆则会来到-60度C之多 最多件X战警纪念品的收藏记录 共有15400件物品 为美国的艾瑞克捷克卡所有 这些惊人的收藏都保存在他自己的地下室 最初呢 是在1989年的时候 从几本漫画开始累积的 你会在美国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邮箱 这个邮箱建造于2015年 是热水浴缸的250倍大 你也可以使用隐藏在立柱中的楼梯 爬上箱子里面 2014年5月1日 来自美国的艾文·戈登 将他的富豪Volvo1800S汽车 开到了303万9122英里的里程数 这名男子从25岁开始开这辆车 48年来车子行驶的距离 是地球到月球的12.5倍这么长呢 最大台的Cozy Coupe 婴儿学步车 是2016年的时候在英国制造的 它是这个具代表性玩具车的放大版 协下记录的这台车 长度就跟北极熊一样 还装有可以运作的引擎耶 截至2019年4月 匈牙利的阿努斯基伊塔尼 已经收集了世上最多数量的泰迪熊系列 这批收藏品总共有20367个品项 而且都存放在 还会有哪里呢 就是这个位于匈牙利收藏家故乡的 泰迪熊博物馆里面了 世上最窄的房子是由波兰的一位设计师所设计 这个小布底只有0.9公尺宽 总占地面积呢 就跟普通停车位一样大 不过呢 这栋两层楼的建筑物 还是有一间卧室 一间厕所 还有一间厨房 而所有的房间都是以梯子 而非普通楼梯所连接的哦 目前已经知道的最大的蜘蛛 是1965年4月 在委内瑞拉发现的 这个生物展开脚的距离 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28公分 足以盖过餐盘的大小咯 从建筑物跳下的最高定点跳伞记录 是在2014年的时候写下的 当时有两名法国人 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哈里发塔 跳下来 他们跳到地面的距离大约为823公尺 超过了帝国大厦高度的两倍哦 世上最大的披萨 是2012年在意大利的罗马做出来的 它的大小有篮球场的2.5倍大 这个披萨界的庞然大物名为奥塔维亚 它是百分之百无敷值的哦 来自中国上海的孙韵儿 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雪花球收藏系列 在2016年11月的时候 这批收藏品总共有4059个品项 全部都是在16年之内收集到的哦 世上最快的云霄飞车 就位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市的法拉利世界主题乐园 Famula Rosa 这座云霄飞车只需要5秒钟就可以加速到每小时241公里的最高速度 然后你就会吐出来了吧 世上最咸的水体是伊索比亚的嘎特勒池塘 这个小湖泊含有43%的盐分 位于湖泊下方的温泉 就是造成这种惊人咸味和高温的原因 世上最大的滑板 比普通的滑板还要大上12.5倍 更惊人的是 它的长度比伦敦的公车还要长呢 你觉得上面能够占几个人呢 留个言告诉我吧 世上最贵的浴室 价值为350万美元 它全是由黄金和珍贵的珠宝打造而成的 天花板则是以红宝石、翡翠、琥珀和蓝宝石当作装饰 而地板上则相有金条 南极洲的大英国斜湾 是地球上风最大的地方 其风速常可以达到每小时241公里 是飓风的两倍快呢 这里的全年平均风速也很惊人 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哦 世界上最大而且可以使用的电话 于1988年制作完成 这个庞然大物重达3.5吨 是大象的一半重哪 最大支的原子笔于2011年出现在印度 它的长度稍微长过5.5公尺 上面呢刻有精美的印度神话图案 这支笔相当于13块砖块的重量 世界上最高温的记录 由美国加州的沙漠谷地所创下 在1913年7月的时候 当地的天气显然特别炙热 达到了56.6度C的高温 来自日本的樱桃吉武 成功地在一分钟之内 雕出最多颗苹果 这名男子于2015年的时候 用牙齿把37颗苹果 从水里面给雕出来 在最深的海底骑脚踏车的记录 发生于2008年 当时意大利的维特楼伊诺圣 在超过66公尺的深度 骑着脚踏车 这是十只长颈鹿叠起来的深度 而且它还没有潜水装备哦 位于美国加州六骑魔术山 主题乐园的 刚制云霄飞车Foltrado 因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 云霄飞车垂直环 而跻身了金氏世界纪录 它的高度超过39公尺 由好莱坞标志的2.5倍 这么高哦 你可以在美国 找到世界上最大的甘草叉 它的体积是传统甘草叉的12倍 就跟保龄球球道一样长了 波兰在2010年的时候 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钢琴 标准钢琴通常有88个琴键 但这架破纪录的大钢琴 却有多达156个琴键 此外 这架乐器几乎跟普通人一样高了 你会在香港找到最长的户外自动手扶梯 以及移动走道系统 中环制半山手扶梯系统 共分为20座独立的手扶梯 并且由三座倾斜的移动走道 和行人天桥连接起来 如果你在使用手扶梯的时候站着不动 那从最下面移动到顶部 全程会花20分钟的时间 美国的贝斯强森 于2012年9月 将世界上最大的琉琉球 展示在世人的眼前 这个超大的玩具 横跨了超过3.3公尺的距离 而且就跟一头犀牛一样重 这颗琉琉球呢 耗时一年半才完成 世界上最小的饭店 是位于德国安贝格的 A Hustle饭店 这座建筑物呢 只有2.4公尺宽 而它所有楼面的总面积 只有IMAX萤幕的十分之一大 这间饭店一次最多 只能容纳两个客人 最多漫画收藏的记录 为美国的鲍博·布雷塔尔所有 截至2015年8月 这位男子已经收集了 10101822本不同的品项 当中都没有重复的哦 最后一项来自于澳洲 德鲁米歇尔是在一分钟之内 用二头机压碎最多颗苹果的 金石世界纪录保持人 他惊人的成绩是压碎了14颗水果 那么就是这些了 如果你有受到启发 那真的得找个更好的嗜好咯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我们这支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这里也有其他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要按下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就能持续锁定在我们 亮生活频道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